現在我在的位置是信義商圈 那眾所周知的是這裡金融機構林立 在此我要說明的是 為什麼銀行喜歡發信用卡 那其實這個最主要有兩個因素 那第一個因素就是說 如果這個銀行它是收帳單的銀行的話 就所謂的收單銀行的話 那它可以收到商家2%到3%的刷卡金額的這個手續費 所以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利潤 第二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銀行喜歡消費者使用循環利息 那我們知道循環利息的利率相當的高 都是超過18%、19%左右 那這塊利潤有多大呢 我舉一個數據讓各位了解一下 2010年4月說 整體消費者所使用的循環信用餘額 超過2000億台幣 那這個是還是金融風暴之後的水準 在金融風暴以前 事實上隨隨便便都超過4、5000億台幣的這樣的水準 也就是說銀行有幾千億台幣的金額 每年都可以收取18%到19%的利息 那大家可想而知 如果你今天在銀行的存款利率 每年如果可以拿到18%、19%的話 這是相當令人開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消費者在使用信用卡的時候 不可不慎 整體投資決定 參數據